學術研究都是一種很體驗性的旅程 有時候很多問題都是在你腦海裡 已經攪擾了千百回了 可能你會在不斷地閱讀 跟不斷地思考當中 又不停地去交鋒或者是問答 所以當古典這個氣韻生動 藉助心語詞的節奏 把它重新詮釋出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那是在研究過程裡面 好像很無與倫比得到的一種快樂 這上就可以呼應我們常常講的學術 作為一種志業 所以得到一些樂趣才可以繼續下去 抒情傳統它並不專屬於一石一地 或者是單一的文化 它是變動生成的 我們其實有個西方的說法叫做理論的旅行 Traveling Theory 台灣其實它有非常豐富的內聚的本土性 同時它因為作為一個島嶼 它也有向外的開放性 我們接收 我們模擬 我們借用 我們再制 所以其實島嶼台灣是有非常複雜的歷史記憶 還有認同的想像 我們在傳承的同時 其實是不能迴避要反省 要抵抗 要變化 抒情如何成傳統 是傳統不應該遮蔽創新的部分 也就是古典它其實有很強大的 對應現代的對話的潛力 因為我以為你把一年的古典 所謂全都是相當難的 在另一周 對應有性計畫的